2021年2月3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你来到地球要做的事情,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很满意你们一直在寻求以各种相互包容的方式 你们正在从把自己看作个体转变为知晓你们是一个集体 伴随着这个转变而来的是一种知晓 你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包含在你们之中 所以,当你们看到最近人类分裂的方式 你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那些觉醒的人想为这些问题做点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寻找机会把那些你们传统上 历史上,从你们的思想和同情中排除的人包括近来 如果你们能对一个你们在许多观点和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 富有同情心,那么你们将超越今天在你们的世界上存在的分歧 如果你们倾听一个你们所不同意的人,并试图理解这些问题从何而来 你们会朝着更大的统一迈进一步 那是你们和其他觉醒灵魂正在寻求的统一 你们不必为了正确而偏袒任何一方 你们可以超越一切,成为爱,面对仇恨,偏执,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反同性恋,厌女症,以及你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 你们可以成为爱,这些都会给你们带来悲伤,愤怒,恐惧,甚至仇恨的体验 所有已经存在和触发你们的东西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坏了或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你们需要被触发,以达到非常具体的,有时甚至是深藏在内心的情感 一旦你们做到了,你们就可以超越它 因为你们想成为爱,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作为一个集体比作为个人更强大 你们统一比你们分裂更强大 仅仅因为有人在某些事情上不同意你们 不足以让他们成为你们的敌人 他们只是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 要做我们现在在这里建议的事情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特别是当我们谈论的人对某个特定群体怀有仇恨的时候 我们知道,宽恕,爱和同情这些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这是提高人类意识的唯一途径 你们不会仅仅通过做正确的事来提升人类的意识 你们不会因为看不起那些你们认为是错误的人而提高人类的意识 你们将提升人类的意识 因为这是你们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情 你们来到这里是体现更多的无条件的爱的 因为这是进入第五维度的方式 这是成为你们的高我的方式 这是你们命运的一部分 所以你们现在不妨拥抱命运 这也意味着拥抱你们的方方面面 记住,如果你们看到它以任何形式存在 它同时也在你们的内在中 它需要被疗愈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今天看到世界上这么多人越来越大声 它们代表了你们内心深处你们一直忽视的东西 请注意你们内心正在发生的一切 做你们生来就是要成为的疗愈者 引路人和改变者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